古代孩子满月要剃头,胎发不能乱丢,怎么处理最好? 生与礼俗一般包括天喜、报喜、三朝礼、宋周米、满月、做百日等,各地又在细节上各有不同。 上篇讲到宋周米,下面再接着来看到古代山东,是如何给婴儿过满月,还是以省事因缘转为例? 人人爱读小说,就是因为写的都是生活,本号没有高大上,只有关乎生活的历史,欢迎关注、留言、转发。 满月,顾名思义,就是只婴儿降生一个月,一般人家在这天要做满月,也有称师为过满月,祝贺母子平安,为之弥月之喜。 这一天可不一般,主家必须广泛宴请宾客,亲友们则有准备贺礼,大多为馒头、点心、衣物。 很多地区会在满月这天给婴儿第一次礼发,俗称小头或剃头,而且会有一定的仪式。 满月剃头仪式,在旧式礼俗中比较隆重,主要由外祖母家赠礼,布置礼堂,请全佛人抱婴儿坐中间,由剃头匠人剃胎发,胎发多收藏起来,或用丝落装起来挂在床头,剃头后婴儿穿上新衣,亲友赠礼聚餐,剃头匠人得供桌上所有供品,中国民俗学。 当然,满月这天对于产妇来说也很重要,终于可以告别充满禁忌,如同坐牢的坐月的时光,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,下面来看看省式因缘传的描述,第二十一回描写了晃凉满月的情形, 顺眼之间,过了年,忙着孩子的满月,也没理论什么登节,十六日,春莹起来书戏,出了暗房,黄夫人也早早书戏完备,在天地上烧了纸,又在家庙里祭祀,春莹姐跟在后面磕头,方才一家大小人口都与黄夫人道了喜, 春莹先与黄夫人扣了头,黄夫人吩咐家下,众人都称呼春莹为沈怡,因她原是沈才的女儿,所以称她娘家的本性,又与小娃娃起了个主名叫做吃过了早饭,可可的那十六日是个上好的吉日, 沈公,巴尊,明堂,黄道,天贵,凤年,都在这一日里边,正正的一个剃头的日子,又甚是晴明和暖,就换了一个平日常剃头的主顾,来与小和尚剃胎头, 掀上了五百文铜钱,一个手帕,一条大花手巾,剃完了头,又管带她的酒饭, 见次先是那些族里的婆娘们,又是众亲戚的女眷,都送了礼来与小和尚满月。 一出满月,产妇便可结束月子生活,因此春莹终于可以出的暗房,由于春莹是祸老爷收房之妾,所以地位较低, 娘家人也不受重视,故而春莹没有斑满月之事,剃头亦无春莹娘家兄弟在场。 山东是孔子故里,受孔府家族制度的影响,也比较重视家族习俗,如年节,祖先祭, 但日或家庭喜庆之日,在家中或祖宁进行简单的祭祀,其中庙祭在家庙中举行, 家庆通常包括家庭成员的诞生,冠礼集成年礼,婚礼,受礼等下,除此之外, 一切为家庭添喜的事,都可以作为家庆,山东省致民族制。 晃娘的出生不是一般的天丁之喜,更重要是避免了晃家财产,被晃私财,晃无厌等人瓜粉, 晃家才不会家破人亡,因此,这次天丁之喜,足以看作是晃家的家庆, 理应在家庙中祭祀一番。 运良影子